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今天接受了霍氏商業頻道的訪問 他在節目中提到 說對中國感到非常失望 甚至他還說可以完全切斷和中國整個關係 這樣就可以使美國省下五千億美元 其實他這番言論 是自從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爆發以來 對中國最強硬的一次 特朗普在節目中提到 說他對中國感到非常失望 中國永遠不應該被疫情爆發 因為中美之間才做了一筆偉大的交易 但現在來說對他不一樣 墨水才剛剛乾了 疫情爆發 這樣對他來說 所有事情都不一樣 特朗普還說 他自己本人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關係非常好 但現在不想跟習主席溝通 主持就問他 你會不會限制對中國學生發出簽證 特朗普回答 說美國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甚至乎可以跟中國切斷整個關係 如果美國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情況 就是美國會節省五千億美元 實際特朗普經常強調的五千億美元數字 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去年 從中國進口的貨品總額 就是五千億美元 但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其實也不是太公道 因為貿易除了計進口之外 還要計算出口 所以計算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 就應該把出口數字減了進口數字 得出來的赤字就是貿易逆差 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美中貿易逆差去到三千六百億美元 但這個數字已經縮減了 因為去年十月 中美貿易戰已經開打了好一段時間 縮減幅度只有六百億美元 特朗普絕對不滿意 因為自從他上台之後 他一直致力於要縮減這個美中貿易逆差 所以才要開打這個美中的貿易戰 但是搞了這麼久才縮減到六百多億 他就肯定是不滿意的了 所以當特朗普和中國簽訂了這個首階段貿易協議的時候 他視之為一個重大勝利 因為這個貿易協議規定了中國要在兩年之內 對美國購買兩千億美元的貨品和服務 這樣就可以大規模地縮減到貿易逆差 縱然來說 這個數字還未能將逆差變為順差 即是美國和中國做生意 仍然有赤字 在虧錢 到底美中貿易的赤字是從何時開始的呢? 其實自從1985年的時候已經出現赤字了 只不過這個美中的貿易逆差 在2001年以前都控制了在一千億美元以下 2001年就是一個轉捩點 因為在當年中國正式加入了世貿組織 但是長期為人詬病的就是 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以後 當初很多承諾都沒有兌現 包括開放市場 尊重知識產權等等 好像是一個有權無責的國家 由2001年開始到2018年 每一年的美中貿易赤字都不斷擴大 一直到2018年的時候 到了高峰 當年的美中貿易逆差 是4190億美元 就在當年特朗普發動了這個美中貿易戰 就是要對中國開展一個反制 所以就狂加關稅 但是這些做法對於美國的得益也不大 遠遠不及簽訂了首階段貿易協議 說明中國要買兩千億美元和貨品 內何的就是當他簽訂了這個協議以後 無奈就已經發生了這個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中國經常打算借頭借路走數 一時又搬出這個不可抗力作為抗辨因素 打算向美國借路頓 一時又說到要重新談判過這個首階段貿易協議 當然特朗普就理你也傻了 說明說不會跟你談判 但是特朗普也處於一個兩難 你又不能夠突然之間去搞這個回彈機制 因為在目前全球經濟下行的情況下 你一回彈就彈傷自己 第二來說 他也不能夠操之過急 因為他也要面對著年底的總統大選 他無論如何都要安然過度 做多四年才能夠繼續未完成的任務 所以中國可以偷渡這個虛位 自從現在五月去到十一月大選之前 他都可以冷冷閒地去不執行的細節 你又催他不張 拔他不長 因為中國也在等 到底在大選當中會不會有機會變天呢? 民主黨的拜登會不會上台呢? 如果他上台的話 或者會為中國帶來一個轉機都未定 因為要發動貿易戰 始終都是特朗普的主意 以及他背後那群鷹派貿易顧問的主意 而不是拜登的主意 所以一直要等到變天 特朗普現在就出來說 說他是很不高興 對於中國感到非常失望 最失望的是莫過於中國不肯買美國貨 在很多方面都是不達標的 除了農產品達標一半以外 特朗普在目前來說有什麼方法可以反制中國呢? 最近他做了兩項措施 第一 就是美國聯邦退休截監儲蓄投資委員會決定 聯邦退休基金無限期押後投資中國企業股票計劃 表面原因就是 目前疫情令到經濟環境急速改變 投資委員會決定 暫緩調整儲蓄基金旗下的截監儲蓄計劃 換言之 美國最大的退休基金 暫時一段時間來說 都不會投資中資的股票 這個退休基金主要針對的對象 其實就是在職和退休的聯邦僱員和軍人 總參與人數有590萬 這個投資委員會其實是五個人組成 特朗普控制了其中三個 另外兩人分別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都是共和黨籍 另一個就是眾議院的議長 就是佩洛西 就是民主黨籍 就是說他控制了其中三個人 所以就可以推翻到之前的決定 因為之前說好了 說要投資中國公司的股票 現在又說沒有搞字了 其實這個舉措 都是符合到特朗普本人 和白宮的鷹派顧問的期望 他們其實正在推動一件事 就是使得中美資本市場慢慢脫勾 第二項的措施是什麼 就是將一道行政命令延長一年 繼續禁止美國企業 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外國生產電訊設備 雖然這道行政命令沒有提及到國家或公司的名字 但是外界普遍都相信 矛頭指向中國電訊設備供應商 華為和中興通訊 這兩家公司暫時在未來一年 在美國仍然沒有運行 好了 特朗普說了這番話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在Twitter上作出了三年反擊 到底他發表了什麼貼文 第一條是這麼說的 消息人士告訴環球時報 為了應對濫用反華訴訟的人 北京已經準備好對美國國會的某些議員 密蘇里州 以及相關的個人和實體 採取必要的懲罰措施 這個相當嚴重 即是要反制美國 第二條的貼文說 最近有很多人問他 中美之間會不會爆發戰爭 他的答案就是 中美兩國之間越來越不努力對方 各種衝突都在增加 因此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都在增加 但是與此同時 中美之間都不希望戰爭 我對不對 這是第二條貼文 講到關於戰爭衝突 第三條貼文說到 這位總統曾經建議過 那些患者注射消毒劑來殺毒 記住這一點 當他講到可以切斷和中國整個關係的時候 你不要感到驚訝 我只會說 他對於一個普通總統來說 有時真的超乎了我的想像 最後這條貼文 從胡錫進那種不屑的語氣 其實反映得到 他的判斷就是 因為根本上美國在目前這一階段 是不能完全切斷和中國的關係 至於第二段講到 什麼軍事衝突那些 老實說 中國自己難度 會不知道實力是去到哪裡 連那些船仔都是燒油 有什麼好說呢 至於第一條貼文 講到準備好要懲罰 某些美國國會議員 問題就是 到底這班美國國會議員 在中國來說 有沒有一些資產呢 或者他們是不是很需要頻繁地 進出中國呢 如果都不是的時候 那你的所謂的懲罰 或者反制措施 有什麼實際效果呢 無非都是找來講的 所以其實都很顯得 軟弱無力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